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安排在新聞台播出的 這節是我們今晚對著阿仙奴場坡的大巴心水 當然除了我和我的心水之外 也會講講阿仙奴的情況 阿迪達在阿仙奴記者輸造會講了多少資訊 但這場坡的排陣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我們剛剛踢完車子一場球 有這場球 另外很快又有水晶宮的場球 所以如何安排人手是相當困難 再加上我們的中後場 雙兵的情況也不少 有些球員的狀態也不可以 所以相當考功架的 這場球的排陣 當然卡比卡也好 或者以前蘇斯特也好 經常都說我們最重要的是下場球 這個是的 但當然你排這場球的時候 你沒有一個概念 究竟水晶宮場球會怎樣情況 我覺得就不是一個稱職的領隊 所以他們只是這樣說 實際上我覺得他們都會考慮這件事 首先講了瓦迪達的記者招待會 分享了些什麼 其實他分了很多東西 不過不關萬聯事的 我就 skip了他 首先來說雙兵情況 Granet Saka 即是瑞士角腳 仍然不可以 Connard Sennett也不可以 另外英格蘭角腳 即是薩卡仔 因為上場球 有點受傷 抬了離場 另外還有一些小傷 其他球員 他就說 現在Saka是Dolfo 究竟是 行不行 這個真的不知道 他就說 在昨日記者招待會 星期五的操練 就會知道更多球員 是誰行誰不行 站在我的排陣立場 我就怎麼都當他會出Saka仔 因為 這個對於他們來說是相當重要 即是我想 除非真的 完全不行 否則他們都會找他上陣 另外他們的中堅 Gabriel 就被人打劫了 這些事情我不說了 因為不關這場球事 他就說 究竟怎樣去預備 曼聯這場球 阿迪達就說 你知道 去到奧脫福 永遠都是 一個很厲害的 球迷打氣 他們是一隊球隊 有很多很多出色的球員 你也知道 這是個情況 但是 在戰術上 很難預備 為什麼呢 你永遠都不知道 他們怎樣去預備這場比賽 他們的選擇非常之多 你很難估計 他出了一個什麼陣式 以及究竟怎樣排排 我們只能夠集中自己 他就說 以阿仙奴來說 總之預備好 去怎樣贏他們 這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 有少少暗傳 好像 哥迪奧娜 和阿迪布尼爆出來 那件事 不知堅定流 都不知你馬聯隊 踢什麼球 我想 阿迪達就是 就是客氣地和大家說同樣的一番說話 說真的 就是 蘭尼克未來到之前 我想都一定是這樣 蘭尼克來了之後 就需要一些時間之後 可能 這個情況有些改變 就是 阿迪達絕對 禮貌地去小理 簡單來說 好了 就是 說笑那個笑 就是去笑你 那 蘭尼克 他說 他當然是一個好的教練 他也參與很多在比賽裏面 他也在過往的紀錄來講 改變了很多球會的事情 所以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找他去萬聯 他對萬聯的紀錄相當不錯 但他就說 我們不是只贏一場球 我們希望 我們有個好的心態 很有信心 可以一直贏下去 另外 就說 你會不會預計萬聯 好像打車道士那場球 那樣 他也是 好客氣地 我覺得有少少暗寸 或者笑一下 他說 我不覺得他們整場球 都很防守 不過有時候 你可能因為車道士太強 你都會相關地 做一些相對的應對 所以 他也覺得明白 但他仍然說 我期待 奧多福的氣氛是相當厲害的 記者問他一個很低能的問題 問他 想著斯朗拿道會不會正選 他說 我不知道 這是對手領隊的決定 我覺得 不斷回答 記者問也很愚蠢 另外 他也說關於奧巴美洋 和勒加錫迪的情況 他說奧巴美洋 可以踢到九號位 也可以 踢左邊也可以 所以 就儘管看看他怎樣 還有奧巴美洋的貢獻 為球隊 很多 不是就是入球 但是 射迪相反來說 給他打九號位 他就比較適應 多些 所以他有這樣的情況 最後 我想在這裡說 關於他的左閘 Tiani和Nuno Tavis 兩個爭位的情況 他就說 這個是良性應真 因為Tiani上季 受傷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找到Tavis來代他 Tavis也踢得相當好 所以這個是良性的競爭 大致上我覺得值得和大家說 還有這一段都值得和大家說 差點漏了 記者就說 你對著Top6球隊的紀錄 不是很好 阿力達真的有點鄰角 有些鄰角的 你不要欺負他 你不要搞這些事情 他就很簡單 沒錯 我們的確是輸了給萬成 亦都輸了給利物浦 但是 我們贏了李成 而李成在近幾年來說 都算是頭幾隊的球隊 所以我們是很有信心 去對任何球隊 就算是頂級球隊 我們都很有信心 你就見到 阿迪達 你不要見他的人思思文文 你走去撩他的話 他一定跟你反擊和反駁 所以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是為什麼 之前萬成 或者現在在阿仙奴 都很多 球會的管理層 覺得這個人 是可以用的原因之一 老實實 遲些球隊有難離開萬成的話 你永遠 都不能夠抹殺個機會 就是阿迪達會去萬成的 當時來說 去到那一刻 儘管看看會不會發生 好了 接著來到 就是大巴深水 這個 就 說真的 今場球真的很難排 但是 不排不排都要排 我就這麼想 我覺得這場球 應該 龍門 都是用回敵幾下 暫時都不會改變 我當然是想用軒 但是暫時來說 都難一點 後防方面 就要動一點 麥加亞 這場球 可以踢回的 但我自己覺得 他近排的狀態 加上又停了一場 究竟他有沒有能力 踢這場球 我自己覺得 就有點問邊 還有 阿仙奴 就是一個 比較 運動型的打法 對於麥加亞來說 好時看 我就反而留下 麥加亞 踢水晶攻場 會比較好 雖然 連套洛夫和拜利 都踢了上星期的球 但始終 今天是星期四 都算有足夠的時間 休息 所以我就會用回他們 基本上 用回上場的後攻 除了 泰利斯換了達洛治 為什麼 大家都覺得 你偏心拍大洛治 整個人都說要出他 有一點點 但重點都不是這個 正如我所說 阿仙奴 踢得比較機動性 和體力化 我覺得泰利斯 如果叫他連續踢兩場 他真的受不了 所以我覺得 達洛治是左邊幫手 右邊用回雲比撒卡 中間用回拜利和連奈洛夫 也是一樣 連套洛夫和拜利 那個位置會調轉 左邊就是拜利 加著達洛治 右邊就是連奈洛夫 拍著雲比撒卡 希望可以頂得住 阿仙奴的進攻 因為阿仙奴 也不會太過放膽 我覺得尤其他作客 相對來說 會比較保守 總之 我會交代 達洛治和雲比撒卡 不需要太過進取 都要看自己後防 對方的位置為先 如果達洛治上去 雲比撒卡就不要上了 反正 雲比撒卡上去 達洛治一定要留在後面幫手 即是後防 起碼保留有三個人比較穩 中場方面 我仍然踢4-3-3 但中場 費特上場又踢足了 然後又腫了腳 如果今場給他下場踢 我覺得就慘了 因為費特沒有狀態 不是膚狀態 其實是很禮計的 所以今場我寧願他踢一頭 馬迪上一場也踢了90分鐘 如果今場我寧願他踢的話 就真的中招多於什麼 所以唯獨是麥湯 比較好體能一點 希望他這場也頂到 加上兩個 偏向進攻的防守中場 班奴和雲迪碧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然進攻他們會參與 但其實他們兩個 都在防守方面有一定的能力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假設阿仙奴在我們的右路進攻 雲迪碧就會去 幫忙頂 跟雲迪碧卡 麥湯就看回中間 而班奴就會放進去 幫忙的偏向方面 希望我們可以 多一個人看著 而班奴呢 其實記得上一場我誤會了 大腳被新組 即是被佐真奴出事那一球 是戴利斯大腳斬碎的 因為其實班奴正正站在戴利斯的位置 所以班奴絕對有這個能力去幫忙後防 相反 如果是阿仙奴在右路進攻的話 班奴當然要去幫大樂自首 麥湯當然要做回中間 而雲迪碧也要放進去幫忙看 希望我們這個弱點可以繼續 像上一場那樣 被我們的球員能力去幫忙 當然也是那一句 前面那三個 這次我會出師浪 福仔和新組 原因就是新組和福仔 始終都要幫忙防守 其實上半場 雖然很多朋友都說 福仔好像不見了他 以及幫忙也不夠 但其實你看到他已經幫忙多了 他的防守能力的確不是太強 但我覺得最少有阿伯奴會好少 第二就是他起碼多個人回來 走一走一走 或遮阿線也比沒有 希望他繼續做這一件事 以及希望他慢慢會進步多些 因為難力刻來到 全民皆兵 全民皆要迫搶 如果你學不到的話 我就是不好意思 你一定是拜拜 說真的 就算是福仔也是這樣說 我別說你一定要離開球會 但你至少無法踢線 所以福仔 麻煩你想清楚你究竟願不願意去學這件事和做這件事 我當然不認識他 但以我見到的複製我覺得他是肯學的 儘管看看蘭尼克來到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而新組就不用多說了 為什麼我希望雲迪碧其實原本應該是坦奴打右邊 雲迪碧打左邊好一點點 但我覺得始終雲迪碧跟新組打得越來越近 對於我們的反攻和組織攻勢來說是有幫助 所以這場球主要的進攻的食壺 我們的進攻擔當就是 施朗、新組和雲迪碧 反而這場球我會覺得 班奴會相對來說比較打防守一點點 希望幫助麥湯手頂住我們的後面 因為後面始終老老實實 不是太穩陣 但站在我們現在限米煮限飯 因為又傷病 還有腸死精弓在後面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另外 其實我自己也想 如果卡維克信任過蓮格特的話 我就覺得蓮格特 代福仔正選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蓮格特 在中後場的前繞力 比福仔強 究竟會不會呢 我自己本身就想的 如果我選擇的話 但是你這件卡維克 都不是很肯用蓮格特 我想內裡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另外 Greenwood就是做我們的impact player 因為 他剛好回來 你叫他打正選 我覺得 還不是時候 但是 他後備進來 我覺得 都是 有個作為的機會 尤其是施朗需要休息的時候 就可能換Greenwood 另外 馬迪 就是後防那方面 如果有需要 有什麼冬瓜豆腐 就才換他出來 因為他上場已經打了90分鐘 我覺得這場球再找他打正選 就會找自己笨 另外 我也是一樣道理 因為始終他那個雙 即是上次撞針頭那裏 不知道搞成怎樣 再加上他和老麥兩個都是 今季的狀態基本上都 挺差 所以我自己覺得 與其是這樣 不如再休息一會 亦都給予大陸茲 去證明一下自己 希望大陸茲可以打出新加坡 因為我自己 之前都和大家說過 我自己看好大陸茲在蘭利克尼島 可以進步和慢慢幫到多些手 這個評估正確當然不知道 但是如果 這場球大陸茲有機會上陣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教練團隊聽 究竟他是做到什麼 OK 所以這次 來到這裏 很多時候這隊就是 現在畫面看到 練球的時候這隊是贏的那隊 我盡量都在那裏選多幾個球員 希望贏的 心態或者動力可以繼續 帶領著我們 這場球 說真的 是有些機會贏到的 其實都是 真的是五球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這兩三年 蘇斯克特帶領著曼聯 這兩三年 其實和 雅迪特帶領 阿仙奴這兩隊 此消彼掌 很多時候我們踢得好那段時間 阿仙奴就踢了下去 相反阿仙奴踢了那段 我們也踢得好 所以這個比較有趣 所以這場球如果我們搞得好 贏了他的話 可能我們的勢頭就會越來越好 而他們 就可能相反 這個純粹 給我這幾年的感覺 不知道堪定錯了 大家也可以留下言說 如果阿仙奴的球員 千萬不要生氣 因為我真的感覺到 那我作為曼聯球員我當然想我們更強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 正如你們 如果有阿仙奴的球員看 你們也想相反 好 這節來到這裡 記住6點前 在大巴台 第一條片 那裏就留你的 深水預計陣容 6點後 我就會做這個大家的深水 另外 在大巴台 你現在看這條片 出的時間大約4點左右 有一段影片介紹 Antimitan爆料 有什麼勁料呢 關於蘭尼加尼道和對我們管理層的影響 最重要是一個關鍵人物 今次來這裡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